字幕提供 講起大陸的咖啡之城,又怎可以不提廣州呢? 想找一間精緻又有情調的咖啡店,在咖啡發燒友的推薦下 來到一間位於天河太古會附近,叫什麼早日式咖啡店 咖啡裝修固然充滿日式風情,我們試了老闆推薦的小紅梅 上桌已經十分驚喜,用日式酒烏裝咖啡真是第一次體驗 喝起來是帶有酸味的茉莉花香,咖啡有苦澀味 最特別的是咖啡帶有溫酒的風味 老闆說這是純正愛塞俄比亞青咖啡豆的味道 石室聖森大教堂是廣州的地標之一 身處大教堂旁邊的摩托咖啡一樣不用錯過 擁有和石室聖森大教堂完美合影的無敵露台 摩托搖身一變成為城中最HIT的網紅咖啡店 其實摩托出品的充滿廣州特色的特調咖啡也是同樣出色 招牌臘腸冰咖啡絕對不是暗黑料理 先將臘腸放入咖啡裡面攪拌,然後吃了臘腸再喝一口 攪拌完之後的咖啡 你會發覺冰爽咖啡之餘帶有些少苦味 但同時又剛剛好保留到臘腸的咸香味,絕配 店面不足100呎的Sweenies Coffee 擁有不輸給大店的專業咖啡機和磨豆機 精簡的菜單,令你更快更穩定地喝上廣州最好的外賣咖啡 我們試了淺烘焙的日曬花灰4.0 甜感明顯 骨子和玫瑰花香味,能夠輕易辨別出來 入口順滑沒有負擔 配上下日最適合的脫脂牛奶,造成拿鐵 真是好像名字一樣清爽脫續 地處老城區馮原路的這家新進網紅 NAT Y咖啡 左右二字,好明顯是食字,食正街名,馮原兩個字 NAT Y咖啡,主打的是東南亞風情的特調咖啡 招牌之選,左右馮原 用東南亞菜最喜歡的椰奶代替牛奶 再混入斑蘭汁,賣上好看,味道也相當特別 班蘭的清新和咖啡豆的堅果風味,原來都可以這麼搭配 不喜歡咖啡的朋友,都可以選擇名為神鮮水的梳打水飲品 酸甜清爽的味道,最適合現時滿熱的天氣 喝一杯,真的好像去了泰國做SPA一樣舒服 在廣州,你雖然未必找到一間十項全文的cafe 但單純用飲特色的咖啡來看,水準真是在專業之上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